无力感是每个信徒时常都会经历的事 虽然信徒知道神的话 有时却无法胜过自己的情绪 或体质上的软弱和试探 很多时候 信徒虽然心里是愿意要被主使用 在实际上却常常无力跟从主 虽然想恢复聚会 却总是被疲惫的身体和饱满的事缠累住 又或是看到家庭较高的观景 却感到束手无策等等 我们基督徒有多少次是处在这样的观景中 心有余而立不足呢? 今天神不是没有给我们出路 祂知道祂每个蒙恩的儿女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 所以神给我们的出路就是将我们向神举目 得着祂的能力 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在以赛亚书40章26-31节 你们向上举目 看谁创造着妄想 按树木领出 祂一一称其名 因祂的全能又因祂的大能大力 连一个都不缺 雅各啊 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 以色列啊 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并不查问?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勇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祂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祂次力量 软弱的祂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各位 我们的神是真的清楚知道 人的心时常感到无力 所以祂给了我们这么办的应许 所以我们得不到力量 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做工 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向神举目 然后等候祂 那当我们感到无力的时候 神要我们向祂举目 是要我们看什么呢? 首先 我们举目要看见的 乃是神是全知的神 犹太人是一群没有耐心 健忘且小心的人 神对他们说 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约和华隐藏 为何而言我的冤屈神并不常问呢? 其实神一切都知道了 祂知道每天会有什么事领到祂的百姓 今天我们可能被各种不好的情况所包围 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想要放纵或逃避 在种种失望和烦躁不安的心情底下 我们可能会倾向认为 神没有帮助我 神已经忘记了我等等 但无论我们的情绪和反应是什么 其实神就在那里 并且祂知道一切 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了 所以当那些犹太人经历了在巴比伦被囚禁的黑暗时刻 就如同我们现在在经历动荡的挫折时 我们需要向神举目观看 要确信我们的道路在主的面前并没有隐藏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神全都知道 那我们举目也要看见神是全能的神 这位创造地级的主 祂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祂的智慧无法测度 然而人其中一个脆弱的表现 就是常向我们的疲惫和软弱低头 我们总觉得自己累了 想要放弃 却看不到神其实从不疲乏没有困倦 祂的力量是有深度的 是巨大的压倒性的 也是我们无法测度的 神不仅仅是全能的神 祂还供应我们所需要的能力 神说祂必赐能力给软弱的人 没有力量的人 祂也必会加添力量 所以即使我们现在感到疲倦无力 甚至可能完全要跌倒 但要相信 全能的造物主是既不疲乏也不困倦的 那另一个我们举目要看见的 就是神是全在的神 神一直都与我们同在 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候主 怎么等候主呢 等候的意思就是回想主的恩惠 回想主在你身上的爱 祂是如何拯救你 回想主如何借着祂的爱和应许感动你 你现在可能没有信心 但是主仍是信实的 你或许已经忘记主的灵敏 但主仍是充满灵敏的 那等候主也是学习安静自己的心 来聆听我们的好牧人的声音了 当你处在增长中 要知道仇敌的势力是很大的 它是天天都会拿走你的力量 拿走你举目观看主的眼光 所以你更是需要借着神的话 不是单单用头脑来理解 乃是用心灵诚实来学习听从你的好牧人 倘若你在征战中 只用自己的思想来分析对与错 分析各种可能的应对方法 你将会受到仇敌魔鬼撒旦 更多的控告和亏损了 主他要你向他敞开心门 借着许多事来聆听他要对你说的话 所以不要放任你自己的情感 你若敬畏主 必在这些过程中重新得力了 另外等候主的意思 还有就是要学习如阴暂时上腾 你要操练自己 无论主把你放在怎么样的情况里 要紧紧抓住自己真正的身份 就是天国的子民 这样你才不会轻易放纵自己 因为天国的子民最大的区别 就是有天国的应许 目的、使命 是连撒旦都不能夺取的 无论是工作、读书、教导孩子等等 甚至当你还处在问题和软弱中 不要因此而阻挡你真正的价值和身份 乃是善用这个身份来学习什么是福音的真理 这样我们才能刚强壮胆的前进 奔跑却不困倦 行走却不疲乏 弟兄姐妹 要知道在你无力的背后 有全知、全能和全在的神 一直帮助着你 所以让我们继续向神举目 并以等候祂的心 来学习超越我们目前所面对 那一切叫我们感到无力的事了 祝福大家